俗话说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咱们前面说了 这个冯熙范 就不是个好人 别看他官那么大 心胸狭窄 是济贤度能 另外这个私心也太重 他公然 对陈永华不满 因为陈永华比他权大 受拥护 受重视 他心里怎么想 怎么窝囊 想要扳倒陈永华 没帮手不行 他来联络 刘国轩 刘大都督 刘国轩掌握兵权 也是德高望重 元老一分 他在这这么一说 真就起作用了 刘国轩也有私心 但是呢 跟他还不一样 刘国轩一琢磨 是怎么回事 是啊 但他呢 不便于多说 只是一笑 这样我看也好 人毕竟得老了 老了就得歇着 让给年轻的人干 是不是呢 人家陈永华比咱年轻点 多干几年 无所谓 我乐得清闲自在 嘿嘿嘿 我大都督 真会演戏 平心而论 你是心里这么想的吗 干脆 你我二人联手 把他扳倒了 永绝后顾之忧 你说这有多好 那样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这个布 这不在这摆着呢 我看咱无需要 多动脑筋 永华那个人很好 我看呢 只要到那劝说劝说呀 他肯定就自动让出权力 不就得了吗 何必弄得不愉快呢 你点的最多 你出个主意 我再说几句话 也就算了 这刘国轩呢 推三推四 说到这儿为止了 又谈别的事了 什么风花雪月的 哎 这姓冯的一拙嘛 这刘国轩够滑的啊 行 有他这几句话 也就足矣 赶紧起身告辞 冯熙范说这样啊 你凭我的姓 该这你说话的时候 你必须得说话 哎 行行行 风雪范回去又琢磨琢磨 想想刘国轩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陈永华这人贵有自知之名啊 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 嗯 哎 对了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第二天坐上车子 到总治府 拜望陈永华 陈永华忙的是焦头烂额呀 一看老朋友来了 赶紧到门外应接 手拉手 让进厅堂 命人献茶 两个人坐下贪心 哎 冯熙范就说 你够忙的 可不是吧 连饭都顾不上吃 永华呀 你我这般年纪了 虽然你比我小几岁 当心身体呀 你拿大棒来说 比咱都年轻吧 怎么样 说病倒就病倒了 人一旦病倒了 什么都顾不过来了 你说是吧 陈永华颇有同感 听完之后不住的点头 是啊 人终有老的那一天 我也算老年人了 头发里头都挂了霜了 可不是 老实说老弟呀 你呀 的确仓老了许多许多呀 真得注意身子骨啊 今天我来呀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因为你这个人看得远 分析事情透 你给我参谋参谋 说吧 什么事 冯熙范假装 说的发自内心的话 他的戏眼的真足 陈永华那么聪明都没看出来 就见冯熙范 未曾说话 眼泪围着眼圈滴滴滴滴打转 非常伤心那样 老弟呀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我们共保证事 多数年 先王在日 你我就跟随他 安前马后 转战南北 日月戳脱 你我步入了老年 拿现在的形势来说 形势艰难 虽然目前台湾平安无事 迟早有一天 清军会收复台湾 到了那时候 不定乱到什么程度 我们空有其心 无有其力 打算卖卖老 力不从心了 因此呢 我忍痛 我有个想法 我打算提前 告老欢乡 但是又不忍心 你说将来要用人 怎么办 你我咱们都退了 谁来支撑这个局面 我永华呀 你给我参谋参谋 我是告老走呢 还是留在阵上 你说说 哎呀 陈永华也动着真心 老兄啊 说实话 我也干不动 我这墙顶着 方才你说了 你看 我这脸都走形了 吃不下去 喝不下去 是日夜操劳 可是 要退归临下 这不是咱们的错 能怪咱们吗 谁都有老的时候 可我也认真地想过 咱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别忘了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城市上一辈新人替旧人 就拿咱们的监国 柯葬 科藏来说 原来十几岁 我担这心担那个心 怕他是个孩子 结果怎么样 出人意料之外 人家智力国家 井井有条 比你我胜强数倍 不必担心 你要退归临下 我陪着 你看怎么样 我也退 我把权力交出来 有能者拘之 无能者失之 你看好吗 那意思是说 你同意我退 同意 我也退 我陪着 你没说吗 有你陪着 那我就放心了 好好 咱说话算数 一言为定 到了时候 咱老哥俩 手拉手 钓钓鱼啊 幽山 碗水 何乐而不为 是啊是啊 我也有伴了 我听你的信 冯西范心中暗自高兴 心说你钻了我的套了 当晚冯西范告辞回府了 他走了 陈永华动了真格的 越想自己应该越退下来 实在干不动了 把权力一让 多伤心 交给年轻的人 在旁边辅佐辅佐 就算了呗 因此当天晚上提起笔来 写了辞诚 理由就跟刚才 他跟冯西范说的一点不错 写完了 递上去 递给坚果 挣颗葬 颗葬一看 那怎么能行 不行不行 可这么大的事 自己不能做主 又禀名郭泰 郭泰一看这封信 犯了熏思了 陈永华 晴天伯玉柱 驾海资金量 台湾全靠他支撑 他要退下去 天不塌下来了 这怎么能行 但是认真看了 看这封信 陈永华 发自肺腑 说的是实话 的确力不从心 郭泰又心疼 但又做不了主 怎么办 把人找来 商量商量 就把这冯西范给找来了 因为他也是开国的元勋 资格最老 让他帮着参谋 参谋 冯西范 行完礼之后 坐在一旁 郭泰把这封信递给他 冯大人 你看一看 什么信 一看他心里高兴了 心说陈永华 陈永华 你真是土命人 心识啊 这么快 笛上词诚来了 郑海对我的心思 他一开始 也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这怎么能行 陈总志 干过的重量 目前正在用人之际 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刺官不做了 太可惜了 但 我发现 字里行间 总之又是说的心里话 我挺心疼他 他现在都变了形了 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 如果咱不同意的话 他把老命就得搭上 哎 侧眼之心 人皆有志 郭泰啊 您 我 都不希望他辞官 但没有办法 那么 怜悯臣下 就让他辞了 说到这儿还掉两点眼泪 郭泰 想了半天 是啊 是啊 算了吧 永华真不容易啊 那就让他回家休养去吧 玉比一批 给批了 传到坚果那儿 磕葬 只有执行 同意了 就这样 陈永华 退下来 把大权交出来了 军权 交给大都督 刘国轩 行政权 自然落到冯夕范掌握之中 这下就达到目的了 陈永华退回到家乡 没事 真的拿鱼盆就去钓鱼 其实他瘦归瘦 精力还是挺充沛的 一日两 两日三 过了两三个月了 其他的动静都没有 嗯 陈永华一琢磨不对啊 冯夕范说了 他提前 必辞成 我们俩定好了 一块退老欢乡 他 他怎么没回来 哎呀 不对劲 后来仔细一答 好嘛 这位不但没退 冯夕范还到处伸手 问这个问那个 干的劲劲的 根本没有退的意思 陈永华 这才反应过来 哦 明白了 嘿 我终日打宴 叫宴把我眼签了 哎 好你个冯夕范 太狡猾了 你骗我 又想骗骗吧 反正迟早有一天 我得退下来 不过他办的这一手 太肮脏 太叫人瞧不起了 同时陈永华还评说 自从冯夕范他们接管了大权之后 胡弄 不但胡弄 到处可扣老百姓 增捐 加税 胡作非为 原来好端端的一个社会 经他手之后 弄的是乌烟瘴气 陈永华能不心疼吗 苦心经营了几年呢 到了你的手上 要毁于一旦 又后悔 又生气 一定不起 到了月末 陈永华就一命呜呼 你看不退下来 别管怎么累 死不了 这一退下来 当时完了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啊 科葬马上率人 给处理了后事 举哀三天 陈永华就这样就顾缺了 他这一死 呵 刘国轩发在内心也高兴 特别是冯熙范特高兴 白天参加葬礼 痛哭流涕 晚上关上门 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是又说又唱 但是在欢乐之余 他又独心了 为什么呢 他知道这个监国政客葬 不是好对付的 掌握文武大权 监国就等于一国之君 什么事情都得他排版 他决定 他要晃脑袋 这事就执行不了 但是政经还在着 他爹还活着 要想动政客葬 谈得何容易 嘿 慢慢来吧 一步一步 咱们试着往前走 他是这么想的 三回头说政经 这政经一开始啊 在离宫里的 挺好 咱说了 逐渐的身体康复了 脸上也红润了 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强 可是后来听说陈永华死了 哎呀 政经动了真心 哭掉死去活来 这个葬礼他也参加了 这个葬礼他也参加了 政经心说 在关键的时候 我的雅夫 你怎么能过去 你撒手不管了 一旦台湾有个闪失 怎么办 怎么办 回到离宫他也哭 从这天开始 插不死犯不响 一病不起 把老病全勾起来 等百官来看望的时候 一看吓了一条 一看政经都脱了相了 都不认识原来的模样了 哎呀 大家是议论纷纷 尽管请郎中 请御医百般调治 全然不见功效 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这时候就到了 康熙二十年开春的时候 政经就感觉着 完了 他心里都清楚 我命要修议啊 这一天心烦意乱 正在想的时候 抬头一看 长子正刻葬 站在床边 衣不解带在这 扶持他爹 就这大儿子 把公务放下 全力以赴 孝顺他爹 那么要儿女有什么用啊 就这个结果眼上 才显出是孝子 不是孝子 别人伸手 柯葬不放心 必须亲自参与 这会儿政经清醒过来了 点点手 让柯葬坐到床边 柯葬啊 为父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我死之后 全依靠着你了 你对开国冤勋 不要亏待 他们不容易熬到今天 对你祖母要多加孝敬 听见没听见 对你的弟弟们要多加疼爱 啊 不要不管他们 爹 您怎么说出这话来了 您现在还没到那时候 虽然病体挺重 我听郎中跟我说了 只要您认真的调养 还有康复的那一天 您不要心灰意冷 您好好僵养吧 过不了几天 就不就如出了 哎呀 别给我吃宽心弯了 我心里清楚 算没有那一天了 刚说到这儿 夜深人静 从远处飘来谷月之声 郑青心说完了吗 来接我来了 大概我要死了 哪来的谷月声啊 怎么老晚了 摘耳的一听 是 听着好像 还有人唱歌的声 心说我病成这样 谁这么开心 还唱声 他顿时就惊声 我磕藏啊 听 这谷月声 从哪传来的 这谁在那唱 简直可恶之机 他还想活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其实郑磕藏心里都清楚 不敢跟他别说 他说谁啊 我二弟 郑磕爽 我早就听人说了 他天天 在深宫之中 哎呀 花天酒地 你病了 他还不能嘎巴 你快死了 你看他来吗 连面都不超 其他的弟兄 年纪小 有情可原 你们多大了 连个面都不来啊 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啊 但这话不能跟他爹说 就给打岔 哎 父王 端午节快到了 可能月宫正在排练节目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啊 让他们暂时停止 好 让父亲敬仰 哎 就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我心烦 我心烦 郑磕就心了 可杀 轻手轻脚 离开离宫 转身进王宫了 离这不远 推门一开 气功两肋 再一看 郑氏家族 全在这儿呢 郑京 那几个兄弟 郑聪 郑明 郑智 郑柔 在座 另外他那几个儿子 除了磕葬之外 郑科爽 郑科举 郑科军 郑科拔 郑科商 郑科旗 郑科雀 也在场 罗列背叛 极其丰盛 他们是又说又笑 仇态白出 周围站着一圈美女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悬疤来的 是弹胸漏背 怀里的都坐着美女 打情骂俏 难堪 不堪入目 没法看到 有几个兄弟都小 他们 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吃吃喝喝 就瞅着他们发笑 旁边还站着些王冠 在这儿服侍着 门这一开 磕葬这一进来 他的身份是监国 一本正经 谁都怕他 屋里啊 就像热火盆 哗一下 泼里瓢凉水差不多 说 全静下来 众人把美女推在一边 呼啦吵全站起来 全傻了 连那些美女一看监国来了 连也变了色 大堂之内 鸦雀无声 和藏气得了心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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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成一颗 他也甭照镜子 这气色什么样可想而知 心想这帮东西 大王病成那个样 你们不说去探病 不说换班在那服侍父王 哎 你们跑到这祝贺来 你们安的什么心 你们盼着大王死 大王南征北战 苦八苦夜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给你们创天下 留后路 你那心都叫狼超了 但是气得太厉害了 也不想再说什么 没法说 最后 郑克藏说了一句话 各位啊 儿党要好自为之吧 别忘了大王病重啊 只能说这么一句 那意思 你们合计去办 一甩袖的转身退出 到了外边 郑克藏眼泪刷了 掉下来 等他走了之后啊 这屋里的 依然发目 半天都无人 发言